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课,数组类型数据的双向绑定。 在开始第二节课教学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 上一节课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是,希望大家新建一个隐藏域的空间。 用Knockout的绑定语法将隐藏域的空间的值绑定成UseName。 当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隐藏域的值也会发生改变。 我们新建一个P表现。 写入一个 Hidden的HTML元素 Type的Hidden ID不用设置,只需要写入DataBind Value 注意这里是Value而不是HTML Value为UseName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界面 刷新页面 在文本框内输入Word F12打开代码界面 找到隐藏域的标签 在第三个P标签内 这里 这个隐藏域的标签的值已经是Word 我想这个家庭作业应该非常简单 大家应该都完成得非常好 好 回顾完了上节课的家庭作业 我们开始进入本节课的内容 本节课我们会介绍一个简单的数组应用例子 而这个例子在平时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相信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是 Select HTML 表签 也就是下拉选择框 如果下拉选择框中的选项数据是固定的 我们可以在HTML页面中写死 也可以在服务端输出页面的时候 将情绑定好 循环输出 但有一些情况 我们是需要一步加载 获取到数组数据 这时候我们需要将数组数据 拼接上HTML的字符串 将其加载到Select标签当中去 这是我们传统的开发方式 当然我们接下来会介绍用Knockout模式去开发 这时我们先进入传统的开发方式 去看一看传统的开发方式 是怎么去写这一段代码 好 我们进入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先新建一个Select HTML 标签 设置一个ID 比如说叫UserName List 在JavaScript的代码中 我们新建一个数组 叫UserNames 在其中加入三个人名 Tom Jerry And David 再新建一个变量 UserName List 获取Select标签 新建一个方法 叫做RenderSelect Options 其中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Datas 另外一个参数是Select Node 对Datas进行循环 在循环外面定义一个变量 OptionString 拼接这个OptionString Option Value等于Value等于 数组的值 结束符 显示数组的值 再加上Option 结束标签 然后我们将OptionString这个值 附给Select Node 我们传入的是一个JQuery对象 可以直接用JQuery的方法 Select Node HTML Option String 在Document加载完毕之后 我们调用RenderSelect Options 这个方法 UserNames当作参数传入 以及UserName List 这个Select HTML标签 OK我们保存代码 然后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我们看到 这边的Select标签 里面已经填充了 我们的数组的数据 我们再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在Select标签后面 新增一个A标签 ID设设设设设设设计 再在A标签后面新增一个B标签 用来显示Select选中的值 我们为B标签设置一个ID ID设置为SelectValue A标签里面新增一个文字 显示 获取B标签的值 将SelectValue的值 设置为UserNameList 这里我们疏忽了一点 我们需要在这边加上JQuery的选择符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选择Jerry 点显示 这就是我们当前Select标签选中的值 我们接下来用Knockout的模式 开发同样的效果 我们切回到代码界面 将这一段JavaScript代码注释掉 将下面的Knockout的代码取消注释 这个时候我们在ViewModel里面新建一个变量 叫UserNames 将数组的值抠过来 但是需要加上Knockout的默认方法 叫KO.observable Array 观察数组 我们保存代码 然后我们切换到HTML元素上面 在Select标签后面 加入DataBind 也就是Knockout的默认绑定方法 这时候我们需要绑定的这个参数是Options Options 回UserNames OK 我们保存页面 然后回到页面 刷新 这时候我们看到 下拉选项卡里面 有Tom,Jerry跟David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Knockout的方式 将数组的值绑定到下拉选项卡中 但这个时候 我们选中了David 点击显示按钮 没有任何数据显示 那这个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到 代码界面里面 绑定这个显示下拉选项卡的按钮 事件被注释掉 我们将其事件 Copy一份 粘贴到这里 UseName List 也需要Copy到下面来 保存页面 刷新 选择David 点击显示按钮 David显示出来 我们切换回代码界面 我们看到 这边我们其实还是多定义了一个 点击事件 用来显示用户 在下拉选项卡中选择的是哪一个值 但其实在NoCloud当中 有一个专门的绑定属性 是用来保存下拉选项卡选择的值 这个绑定属性 叫做Selected Option 我们回到HTML元素上 在Select元素后面 加上 斗号 Selected Option 定义为Selected UseName 我们需要在ViewModel当中定义这个属性 KO.observable 这个属性的值 也就是说 当用户在选择下拉框中 不同的选项的时候 这个值会直接定义为用户选择的这个选项的值 而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值发生的变化 就需要把这个Selected的UseName 绑定到B标签后面 在B标签当中定义DataBind HTML Selected的UseName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选择Jerry OK我们后面的B标签的值 直接显示为Jerry 这个时候你是不需要绑定 Click时间 也不需要绑定Change时间 直接可以看到效果 而这就是使用Knockout框架 给你带来的巨大的便利 我们再次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看在绑定下拉选项卡的时候 我们用Knockout框架需要做哪些事件 首先 定义ViewModel这个对象 在其中定义两个属性 一个是UseNames 也就是下拉选项卡的 数组数据 另外一个是Selected的UseName 也就是选中的下拉选项卡的值 在Select标签当中 写入DataBind的语法 在其中定义Options为数组数据 另外一个是Selected Options 也就是选中的下拉选项卡的值 只需要写这么多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定义 下拉选项卡的OnChange事件 当用户选中不同的下拉选项卡的值的时候 在BBL圈当中 就可以显示出用户所选中的 这个下拉选项卡的值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来小结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 一个简单的数组应用例子 也就是下拉选项卡的绑定 我们首先使用的是传统的开发方式 然后使用了Knockout模式 去绑定下拉选项卡 在本节课即将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看到这里 绑定在下拉选项卡上的数组 只有姓名这一列 也就是说Option的Value 跟所显示出来的值是相同的 但是在实际情况当中 我们需要绑定在Option上面的Value的值 可能是A 但是在显示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文本 那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 希望各位同学在课后去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 然后动手写一写代码 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一节课 我们将会介绍Knockout当中的 循环绑定 希望大家到时候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本节课的教学视频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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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